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我是魏惟,今天我想要介紹給大家一個很神奇的軟體 叫做Amazon Graph 那你一打開這個App就像這個樣子 那上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模板 你可以選一個模板來應用 比方說我現在選的是 從左邊開始選起來的12345 第五個,第六個好了 喜歡這個模板以後 就可以在上面畫圖 那你會發現你畫的圖 會好像萬花筒一樣喔,你看 就一下子就畫了很神奇的 有沒有很神奇的一個App 就可以畫出很神奇的圖案 可以按回到上一棟 這樣我覺得我剛才比畫太粗了 我想要調細一點點 真的是很神奇的軟體對不對 就隨便在一個地方開始畫 其實我就是亂畫 你知道嗎?亂畫也會很酷 或者是你可以好好的畫 像這樣 那我來畫一個 我來畫這樣的一個圖形 那我再選這個左上角 回到 這個選單這邊 我剛才是選第五個 其實每一個模板都超好玩的 如果我現在選 從左邊數過來 1 2 3 4 5 6 7 8 第八個好了 我想講 第八個 那這個模板畫起來也不太一樣 我覺得應該要 小 筆畫細一點點 這樣子 一朵花 看我是隨便亂畫 一朵花 然後畫完以後 在這旁邊畫一些葉子 好像應該多點葉子 這邊也兩片 然後這邊也兩片 愛心 這樣 那除了可以畫這個圖案以外 你還可以 這邊 這邊 就是甜色 你可以填你喜歡的顏色 像這樣 我選一個 我喜歡的顏色 比方說 我選粉紅色 粉紅色 就可以填在這邊 這樣 你的畫就變成粉紅色 然後 再選一個顏色 黃色 填在這個地方 然後 是 我的心 我的心是紅色的 那我的花朵 我的花 我的花 我來個藍色的 葉子 然後底色也可以改變 底色我選 呃 綠色 不好 橘色 大概像這樣 這就是這個APP做的 大家可以玩玩看 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的這個圖案出來 蠻好玩的 像這個Rotation 我選到第三個 這個 就可以這樣 唉唷 帥 這是今天幫大家介紹的APP 這個叫做 Amazon Graph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還會介紹更多更多更酷的應用程式給大家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